华一凉皮里面加了毒品 直接好吃到了报警 这绝对是堪比人体检测仪的大爷 起因是一大爷来警察局报案 说一家店的凉皮太过好吃 三天吃了九顿根本管不住嘴 华一里面添加了毒品 警察听完大爷的话也是一脸懵 毕竟自己工作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好吃来报警的 说不定人家真有自己的独门秘方呢 可大爷依然坚持着凉皮肯定有问题的说法 谁家凉皮能一天不吃就浑身难受呢 无怠之下警察叔叔只好跟着大爷去凉皮店查看 可查了半天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大爷见状立马尝了肠刚做好的凉皮 紧接着大爷就表示味道不对 明显没有之前好吃了 还察觉到自从警察进来后老板就不对劲 不禁脸色慌张的紧摇嘴唇 还时不时地描向后院的方向 于是大爷提出要检查一下后院 此话一出 老板吓得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警察叔叔马上对上所的后院进行检查 果不其然 就在后院角落里发现了种植的因素 随后警察当场就把老板带回去警局 经过进一步调查 凉皮的配料里确实有因素的成分 事后警察对大爷大家赞赏 还要给大爷颁发一个良好市民奖 没想到大爷却白白手拒绝了 最后是两福一去 深藏功与名 可让人更没想到的是 一个多月后的大爷又来派出所报案 声称附近一个火锅店有很大问题 锅底味道腥臭油腻 用的材料肯定有问题 警察听完赶紧跟着大爷来火锅店检查 这一查可了不得 警察又让大爷给折服了 果然后出发现好几桶地沟油 不得不说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您就一火腿的人体检测仪啊 大馋丫头们 就别总说查查这个查查那个的了 大爷那是嘴尖 你们那是真馋